第三天结束了 你们还有七天可以用功修行 明天第四天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你们将要开始修内观 也就是说 你们要开始进入智慧的领域 这三天你的练习对明天所要学的方法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 实际的修行是从明天开始 这三天你已经让自己准备好了 开始要进入内观的修行 没有坚固的基础 不可能修好内观 不可能获得修内观应得的成果 没有良好的定也无法修内观 因此这三天来你严格持守五戒 就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基础越稳固 上面的建筑物也就越坚固 从这稳固的基础开始修订 练习观习法 戒对于证定是绝对必要的 2500年前的印度 有很多老师并不重视戒律 所以甚至到了今天都还有老师说 并不需要遵守戒律 只要你高兴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仍然可以修行 可以获得所有修行的愉悦经验 他们的修行是为了得到某些愉悦的修行经验 但是内观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修行内观的目的是为了在最深最根本处净化这个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普通的定 而是正定 因此 严格持戒是为了发展正定 而发展正定是为了增长智慧 而增长智慧是为了达到完全觉悟解脱的最终目标 持戒是为了修定 修定是为了培养智慧 而智慧是为了解脱 你们开始修的时候只是如此 而当你深入时会发现 戒定慧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就像是三脚架的三只脚一样 如果其中的一只脚不稳固 整个三脚架就无法直立 必须三只脚都很稳固才行 因此 戒可以帮助定和慧 定可以帮助戒和慧 而慧也可以帮助戒和定 戒定会三者互相关联 彼此相辅相成 如果一个人持戒清净那很好 持戒清净会有很好的利益 很大的功德 但是只有持戒清净并不能引导一个人 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 如果一个人持戒清净并且有非常深入的镇定经验 这也无法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 要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 智慧是绝对必要的 这位西达多乔达摩完全觉悟了 他的一生甚至于在他小的时候就持戒清净 然后他又修了证定 出家之后 他跟过几位老师修过当时印度最高的禅定 修过这些之后 他发现还是没有完全的解脱 他发现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有某些潜在的烦恼 就像沉睡的火扇一样 随时都会爆发 这些烦恼 有时会打败一个人 让他陷入痛苦中 因此 这些根植内心深处的潜在烦恼 必须连根拔除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继续不断地参救 而发现了内观修行法 内观就是智慧 只有借着修内观 才能发展人的智慧而觉悟 否则是不可能觉悟的 但是内观在印度失传很久了 整个世间陷入无明黑暗之中 智慧的完整面貌 在这个国家失传了 佛陀再度发现了内观 在八生道当中 我们已经讨论过戒的部分 也讨论过属于定的三个项目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八生道当中 属于会的两个项目 也就是正思维和正见 来参加这样的修行课程时 刚开始在心的表层 会生起某些的不敬烦恼 非常焦躁不安 这些烦恼妄想 对于心像是一种冲击 然后你又开始回来观察呼吸 妄想的力量非常强大 大部分的时间 你的心中充满了烦恼的念头 有时候是愤怒 有时是称恨 哀伤 沮丧 有时也许是欲望激情等等 这些妄想不断地击败你 然后你又尽你所能地回到呼吸上 妄想会不断地冲击你 但是你必须再回到呼吸上 一天两天三天 你会发现到 并不是所有的妄想都不见了 而是妄想的内容已经改变了 现在这些妄想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的激烈 妄想虽然还在 但是大部分的念头都与正法有关 与正道有关 一个人开始了解到 正道是什么 我应该如何来修行 什么是正确的修行方式 有什么困难等等 这些问题不断地在心中生起 而不再是妄想着对别人有害的念头 这就是正思维 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智慧 这种正思维还不能让乔达摩完全地觉悟 在佛陀之前 佛陀当时和佛陀之后的印度 所有的老师都教导必须心存善念 才能正确地看清楚事情 才能够获得证见 有了证见 才能够正确看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 就好比说 当太阳被乌云遮蔽时 你无法看到阳光 一切都处在黑暗中 现在某些云层飘走了 虽然还有一些乌云 但是已经不再那么的厚 那么的暗了 云层变薄了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乌云都消失了 但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阳光了 因此 这种正思维的过程是必要的 虽然某些念头还在 你还没有达到心中完全没有妄想 杂念的阶段 念头虽然还在 但是已经不是那种会严重干扰你 让你无法踏出下一步的那种妄想了 而下一步就是正见 正确了解实相本来的样子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一个人不断地培养智慧 就能达到最终的解脱 智慧共分三个阶段 以佛陀当时的用语 第一个阶段叫做 文会 第二个阶段叫做 四会 第三个阶段叫做 修会 文会也就是你看过 听过某些经典或开示 这是别人某位智者 觉悟者的开示 人们结集某位圣者的说法 而成为经典 不管是你直接听这个人的开示 或者阅读他所说过 或是写下来的经典 多半的情形是 因为你对这个人或这部经典 有极大的信心 信仰而接受他 这很好 很有用 因为那些从没有听过法的人 对于整个人生还是非常的困惑的 如果你至少听过法 听过关于法的开示 那么就是听过正确的观念 但是这并不够 仅仅培养文会 这种从别人或是经典上听到或是看到的智慧 并不能让你解脱 如果文会能够让你获得启示 能够引导你踏上下一个步骤 那就非常非常的好 下一步是 四会 也就是在知识上了解真理培养智慧 人是理性的动物 并不会盲目接受某些的观念 必须运用他的理智去推理 我所听到的 读到的这一切符合逻辑吗 实用吗 我应该接受吗 在知识上 试着去了解 是的 没错 它是相当逻辑 相当科学 相当能够接受的 因此而接受 这是智慧的第二个阶段 四会 这是很重要很有用的阶段 能帮助你得到启示 并指引你进入第三个步骤 修会的阶段 第三种智慧 修所成会 是去体验直接经验到的智慧 唯有这种智慧才能让你解脱 前面两种智慧能帮助你 但并不能让你解脱 在当时的印度 已经有前面两种的智慧 而佛陀发现的是第三种的智慧 亲自体验的智慧 修会 有的老师会说 不要贪求 不要称恨 所有的感官失误 都是虚幻不实的 如果你不断地对他们产生执着 你只是在增加痛苦 从这种执着中解脱 不再执取 你就可以解脱痛苦 当时已有这些教理 但是如何才能解脱执着呢 如果有人已经在培养 个人直接体验的智慧 也就是修会 就会开始帮助他 逐渐地脱离痛苦 文会和私会 可能是很有用 但也可能非常有害 而且经常是有害的 例如文会 十五年 有人出生在某种的家庭 成长于某种的社会 相信某种传统观念 某不经典 或是某种的信仰 从小开始 他就和这些习俗 哲理 信仰和交易 不断地结缘 结了很深的因缘 他开始觉得 这是完全正确的 所有其他的传统观念 都没有用 不正确 我的传承才是最好的 我只接受它 这个人将无法走到下一步 当一个人完全满足于 我接受这个真理 我们经典上的真理 我们圣贤说的真理 我们宗教创始人说的真理 这个真理太棒了 这就会成为极大的障碍 极大的束缚 这样的人 就绝不会运用理智 去理性思考他的教室 因此 要培养个人体验 实相的能力就很困难 像这种文会 就成为极大的束缚 有的人由于文会 而接受了某种信仰 但是身为人类 就会有理智的思维 他开始思考 这是真的吗 是正确的吗 可以接受吗 实用吗 然后 长老们就开始担心了 不管是家中的长者 社会中的长者 或是这个族群的长者 他们都不会喜欢这种的质疑 他们会说 哦 你不相信 你对我们的经典没有信心 不相信我们的教主的话 如果你怀疑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死后就会下地狱 然后就会描述地狱的恐怖情形 太可怕了 这个人就会接受 哦 不 师父 不 我不想下地狱 我相信 不管合不合理 实不实际 我相信这一切 我不想下地狱 因此可怜的家伙 由于恐惧而接受了这一切 同样的 这些长者 他们还有另外一套 他们会说 太好了 如果你相信我们经典上的一切 接受我们的传承 我们的一切哲理 如果你相信这一切 那么你知道会如何吗 你死后就会上天国 于是便描述天国的美好 太美妙了 太美好了 在那里 你将会享受所有感官的享乐 你会享受这个人世间体验不到的天国之乐 太棒了 这个人开始快流口水了 哦 太好了 如果我能到天国去 我就接受 如果只要相信我就能上天国 那么我一定相信 因此你就这样子相信了 不管你出于迷信 出于恐惧 或是贪爱而相信 你都只是相信而已 你没有用理智去理解 如果有人走到下一步私会 也可能会形成极大的束缚 一个人已经开始用理智思考而找到了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 特别是对他个人的传统信仰 就像精明的律师一样 他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说服自己 这是正确的 我们的传承如此说 因此是正确的 他会不断地和自己争辩 而让自己信服 是的 这是正确的 是究竟的 现在我知道 所有的事情 我的理智告诉我 这是正确的 他因此自我膨胀 自认为 现在我知道每一件事了 我这么有智慧 可以写一本关于这个信仰 这个哲理的书 我可以公开演讲 开示 公开辩论 座谈 证明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是错的 只有这个信仰是正确的 这种疯狂的思想会阻碍你进展到下一步 因此 文会和私会都可能成为大障碍 但是如果你开始进入下一步的修会 你就开始亲自体验到实相了 只要你不曾体验实相 你所听闻 所思考的都不属于你自己的实相 经常会被扭曲 误解 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体验实相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西达多乔达摩这个人 体证了他自身内在的实相 培养出他的修会 而成为一个觉悟解脱的人 他自己所培养的修会 只能够解脱一个人 那是西达多乔达摩自己 而不是其他的人 没有人能由于乔达摩的智慧而解脱 其他人只能从佛陀的智慧得到指引 得到鼓舞 而每一个人都必须培养自己的智慧 以达到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 一个人的智慧也就是修会 是你自己体验安住的智慧 只有修会才能破除无名烦恼 贪爱称恨的束缚 唯有修会才能止息所有的痛苦 唯有修会才能带来成果 不是文会也不是私会 我举个例子 有个人非常的饥饿 他到一家餐馆 找到座位 试着将菜单给他 他浏览了菜单 心里想 哦 太棒了 今天的食物看起来非常的美味 想着想着 他嘴里就开始流口水了 这是一种情况 他点了菜 但是要等菜送上桌 还有一段时间 于是他就看看四周的情况 心想 看看那些比我早到的 已经开始在用餐的人 看他们用餐的表情 很享受的样子 今天的食物铁定很好吃 那些人看起来都乐在其中 想着想着 嘴里又开始流口水了 这是第二种情况 现在第三种情况是 食物送来了 他也开始享用了 第一种情况就如同文慧 他只是看了菜单 还没有真正尝到食物 第二种情况就如同私慧 因为他看到了别人一副 尽情享用的表情 因此理智告诉他 看看这些人尽情享用食物的表情 这里的食物一定很好吃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尝到食物 只有在第三种情况 食物送到他的面前 他开始品尝 开始吃了 那么他才算是真正的在享用它 这才是修会 第一种和第二种智慧 无法让你尝到实相的滋味 再举个例子 例如有人生病了 去看医生 医生检查过后开了药单给他 他非常高兴地回到了家里 因为他对这位医生极有信心 这并没有什么错 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医生 大夫有信心 但是他的信心变成了盲目的信心 他的热情变成了盲目的崇拜 因此他在家中的供桌上 挂了一副医生的画像 烧香并供上水果和甜点 然后又绕108圈 并做了三四礼拜 这会有什么帮助呢 接着他又拿出药单 不断地附送 早上一颗药 下午一颗药 晚上一颗药 早上一颗药 下午一颗药 这有什么效果呢 简直是愚蠢 真是疯狂 这就是盲目信仰 盲目崇拜的结果 接着第二种情况 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 因此他回到医生那里 问医生 你为什么开这个处方给我呢 处方上是什么药 为什么能够治疗我的病 这位医生是个聪明人 他告诉病人 你得到这种病 是由于这种原因 如果你吃了这个药 就能够去除这个病因 只要病因一去除 你的病就好了 哦 太好了 现在我知道了 我的医生真是太好了 他开的药太好了 然后再来他做什么呢 回到家之后 他开始和邻居争辩 用医 你们的医生都是刺脚大夫 我的医生最好了 你们的医生所开的药 一点也没有效 我的医生开的药最棒 他不断地和别人争辩 却不吃药 只是不断地和别人争辩 这就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 每一位智者 圣人 觉悟者 当他发现人们痛苦时 他开给人们法的药单 你们要持戒 修订 修会 你们要解脱痛苦 但是却没有人要修行 反而开始发展不同的宗派 信仰 教义 仪式 仪轨 成天在这当中打转 却没有人要修行 因此也没有任何的成果利益 第三种智慧 修会 是透过直接的体验 将法应用到生活中 只有这种直接的体验 才能让你受益 现在问题来了 要怎么样才能对身心现象 有直接的体验呢 体验到身心不断地在交互作用 烦恼也是因此而产生的 烦恼开始不断地增长 并且击败你 如果知道这些 你就可以防止烦恼升起 即使烦恼升起了 你也可以不让它增长而击败你 所有这一切都要靠体验的 所有的现象都在内心深处不断地发生 你必须培养这种能力 这种体验的能力 这就是在过去的三天中 你们一直在做的 除非你有这种能力 否则无法修内观 例如 如果没有眼睛的功能 你就看不见任何东西 如果没有耳朵的功能 你就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同样的 除非你的心有能力 让你深入体验到身心的交互作用 除非你有这种能力 否则就无法修内观 举例来说 有两个非常贫困的男孩 过着乞丐的生活 平日四处乞讨为生 这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是瞎子 生下来眼睛就瞎了 有一天这个瞎子发高烧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 好吧 你就待在这儿 我出去要些食物回来 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享用 他出去启食 碰巧这一天 有一位妇人非常的慈悲 给他了一道非常可口的甜点 在印度我们叫他做 的甜点 是混合了米 干果和牛奶 所做成的甜布丁 这位妇人给他这道可口的甜点 他觉得非常的高兴 但是 由于这种甜点是一体 而他又没有容器可以将甜点带回去 和朋友享用 因此他就把甜点给吃光了 但是他回去之后非常诚实地告诉他的朋友 今天我要到了非常可口的牛奶布丁 但是很抱歉 因为我没有容器可以装 所以我就把它给吃了 没有办法带回来和你一起享用 你不带回来没关系 但是至少告诉我 Kir是什么吧 你不知道什么是Kir吗 不 我不知道Kir是什么 哦 Kir是用牛奶做的 所以是白色的 白色的 那么 什么是白色的呢 你不知道什么是白色吗 不 我不知道什么是白色的 白色不是黑色 那么 黑色又是什么呢 你既不知道什么是白色 也不知道什么是黑色 你是什么人呢 我不知道什么是白色 也不知道什么是黑色 因为我天生就是个瞎子 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白色 什么是黑色呢 这一位男孩看看四周 发现一只白色的鸭子 就把它抓了回来 拿给他的朋友 你看 白色就像这只鸭子一样 白色就像这只鸭子一样 他眼睛瞎了 怎么可能看得到 什么是白色 什么是鸭子呢 他只好用手指头 把鸭全身的摸了一遍 他说 哦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白色了 白色是非常柔软 非常柔软的感觉 嘿 什么意思 柔软 白色和柔软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 白色就像这只鸭子一样 我摸了鸭子非常的柔软 你现在又说 白色不是柔软 那我怎么知道白色是什么呢 哦 你这个笨蛋 告诉你白色就像这只鸭子一样 你还搞不清楚 那让我再试一次看看 然后他又摸了一次 从鸭嘴开始摸过了 整个鸭子的身体 再到尾巴的羽毛 啊 现在我知道了 白色是弯曲的 白色就是弯曲的 因此 所有那些高谈深奥哲理 而没有实修经验的人 实相对他们而言 就是弯曲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培养出 体验实相的能力 他们一辈子都认为 实相是弯曲的弯曲的 他们无法理解 因此 培养出体验实相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在做的 如果只是持戒 而没有做到下一步的修订 那么就无法培养出这种能力 如果你开始修订 但却以想象的对象来修订 以念诵或是观想的方式来修订 那么你同样无法培养出这种能力 如果你是以实相为对象 以和你身心有关的实相为对象来用功 你以这个范围当中气息的实相来用功 你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到 这些呼吸的出入 你实实在在的经验到 呼吸进出的接触 到了第三天 你又开始经验到感受 在这小范围中 深化反应的感受 就是这样子深入自己的内心 最深层的心 我们称之为潜意识的心 事实上却不是毫无知觉的 它从早到晚 随时都能感觉到身上的感受 你已经能够感觉到 鼻孔这个范围的感受 感受一直都存在 遍布全身 全身上下随时都有某些感受 不断地在发生 不断地在变化着 随时都以这种或是那种的感受 在呈现 变化着 不断地在变化着 唯有不断地观察实相 才能体验得到各种的变化 你已经开始了 明天 你将探究全身 你会体验到身上 其他部位的感受 这就是你的进度 从新的表层 进入到新的深层 这里就是你过去累积的情节 和新的旧有的行为模式 所在的地方 这种旧有的行为模式 就是生起习性反应 每当感觉到身体上 任何愉悦的感受时 就生起贪求 贪爱的反应 每当感觉到身体上 不愉悦的感受时 就生起厌恶 称恨的反应 对这种现象 你会产生越来越清楚的觉知 在知识上 我们很容易了解到 身上的每一个地方 都不断地在发生某些的变化 万事万物都如此无常 每一个人 只要出生 就一定会死 任何事物迟早会归于毁灭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但是 这只是一种知识上的理解而已 我们还必须在身体结构当中 去体验这个实相 自然的法则存在于身体及身外的每一个地方 但是 你所看到的外在的自然法则 只能在知识上去理解或是接受 但是 对于身体结构中的实相 也就是身体内的自然法则 知识上理解的智慧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在佛陀之前 佛陀当时 以及佛陀之后 都有许多老师不断地在教导和佛陀同样的教理 但是他们都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已 他们的教导无法引导人们达到培养修会的深度 假设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不幸事件 例如 和你非常亲近的亲友过世了 你将他的遗体送到火葬场 火化 或是埋到坟墓里 这些事情会让你产生某种的智慧 你会想到 毕竟 万事万物都是如此的无常 人只要出生就注定会死 总有一天我也会死 别人会将我的身体下葬或是烧成灰 因此 一切的贪求执着 一天到晚和别人争长争短的 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又能留下什么呢 我的身体还不是迟早要化为物有的 你会有智慧 但是能维持多久呢 一旦离开了坟场 你又开始同样的 我 我的 我自己 等疯狂的念头 你并没有两样啊 这种智慧只是一种知识上的理解罢了 一般人听了这样的开示 这样的讲经 心里会想太好了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执着是不好的 执着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我越执着就必定会越痛苦 这个我 我的 就是一种极大的烦恼 极大的痛苦 但是 开示结束之后 当你走出了讲堂 突然间发现到 奇怪 我的鞋子呢 谁穿了我的鞋子 我今天才买的鞋子 我的新鞋子怎么不见了 你的心里又开始闹着 我 我的 我的 你没有两样啊 知识上的理解 没有太大的帮助 必须实际体验 但是要实际体验却很困难 因为 除非你培养出体验实相的能力 否则无法体验实相 有太多的幻想 太多的错觉 在表面上 某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如此 但是 实际上却完全不同 例如 晚上你睡觉前点了一只蜡烛 或是一盏灯 隔天早上起床时 看到这只蜡烛 或是这盏灯还亮着 你会觉得 这是昨晚的同一只蜡烛 或是同一盏灯 但是 真的是同一只蜡烛 或是同一盏灯吗 每一叉挪 灯焰都不断地生灭 生灭 生起灭去 一叉挪 一叉挪的 不断地在生灭 生灭着 几乎没有中断 以至于 你会误以为 它是同一只蜡烛 同一盏灯 这是多么的大的错觉啊 我看了两眼电灯泡 我们还是认为 这两次是同一盏灯光 它怎么可能会是同一盏灯光呢 如果是同一盏灯光 为什么在每个月的月底 以电力公司寄账单来 上面写着 你这个月用了多少的电 必须付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付钱呢 这个灯泡 插头和插座 都是我自己从店里买回来的 是我自己的 为什么要付你钱呢 电力公司来要钱是对的 因为不断供应的电力 通过电线而消耗掉了 电力供应的过程是如此的快速 所以我们会认为是同一盏灯光 现在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每天要过河 去银行上班 每天早上你过河到对岸去 工作了一整天之后 晚上又搭船回到这一岸 你会以为这是同一条河 怎么会是同一条河呢 如果你潜入河当中 之后将头浮出水面 第二次同样的 潜入之后又浮出水面 第三次 再潜入之后又浮出水面 你感觉是在同一条河流中 潜水 河中的流水不断地流动着 你第一次潜入水中 再浮上来时 河面的流水已经变了 原来的流水已经流走了 没有一滴是一样的 第二次潜入下去 再浮上来时 整个流水又完全改变了 第三次潜下去 再浮上来时 流水又再次完全地改变了 因此 每天早上搭船过河 晚上再回来时 河里的流水 早已经完全地改变了 但是 你的印象还是认为 这是同一条河流 要如何超越这些印象呢 某些事物 是在你的感官能力范围内 例如 有了眼睛 你就能看东西 但是却有视力的限制 例如 蜡烛灯焰的生灭生灭 如果你仔细看清楚 就会发现到 是的 蜡烛不断地在生灭生灭 但是电灯的电流呢 它以极快的速度在生灭生灭 超越了眼睛能够看见的程度 或者像河中的流水 你看得见 是的 它正在流动 第二次潜进去的 已经是新的河水 第三次潜进去的 又是新的河水 如果你留意的观察 就能够发现这些事情 但是 如果想知道 这个第一次潜入河中的人 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当他第二次潜入河流之后 又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第三个潜入之后 又完全是另外一个新的人 要如何才能够知道这个事实呢? 如果你没有体验的能力 是不行的 例如 一个没有修过内观的人 会认为 这个半小时之前开始说话的隔音卡 和现在正在讲话的隔音卡 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隔音卡 昨天的隔音卡和一年前 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或是六十七年前的隔音卡 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隔音卡 怎么会是同一个隔音卡呢? 梅伊查罗 这个隔音卡死去了 然后又重新出生 梅伊查罗这个隔音卡死去了 另一个隔音卡又重新出生 构成这整个身体结构的次原子粒子 以及高的速度不断地在生灭生灭 因为生灭的速度极快 所以造成了错觉 迷惑或是混淆 即使我们因为某一位科学家如此说 而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实际体验到这个实相 这整个物质世界都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存在 都只是波动波动而已 现代的科学家是如此说的 而像佛陀这样的觉悟者也是如此说的 整个宇宙都没有任何坚固的实体存在 都只是波动波动而已 身和心都只是波动波动 微细的波动而已 如果你对科学家所说的话很有信心 而接受这个事实 这并没有什么帮助 你必须亲自去体验 觉悟的人做到了这一点 而达到完全解脱的最终的目标 这也是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去体验的 这种不断地在发生的变化 每一叉挪都以极快的速度变化变化 不断地在变化着 一个小孩出生了 你看这个小孩这么的柔软 这么的可爱 然后十年之后 你再看这个小孩 样子变了很多 经过二十年后 你再看这个小孩 又变了很多 三十年 四十年 六十年 八十年之后 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同一个孩子吗 他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这并不是每隔十年 当他睡觉时 全能的神 在他的身上用魔杖点了一下 他隔天起床 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不是这样的 每一叉挪这些变化都不断地在发生 每一叉挪都不断地在变化变化 不断地在成长成长 衰老衰老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如果一个人 只是在知识上或是情感上去接受这个自然的法则 这是没有用的 这只能成为知识上或是情感上的一种满足和享受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实际去经验自然的法则 那么就大不相同了 这当中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也就是你现在所做的 这还只是小小的一步而已 这一条路还长得很呢 我们必须进入到非常深的内在去研究 在这个非常深入的层面上 这个身和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身心的互动是怎么进行的 这就是佛陀开悟的方法 经过不断地分离 剖析 分解 消融 他达到了最终的实相 他达到了身 心 心中生起的法的最终的实相 然后 他超越了最终的实相 而体验了超越身心范围的境界 到底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经过不断地分离 剖析 分解 消融 他体验到 整个身体都只是微细的次元子粒子 而这些组成身体的次元子粒子 他称之为 Kalab 极微 Kalab 的意思是 微细到无法再分割的 物质最微细的单位 他称这个物质的最小单位为 Kalab 其中 Kalab 是八的意思 这里之所以用到八这个字 意思是指 这个最小的单位 是由八种物质所组成的 这八种物质是无法分开而单独存在的 这八种物质其中四种就是四种基本的元素 也就是说地、水、火、风这四大 再加上四大的尖、湿、暖、冻的四种特性 合在一起就是这八种基本的物质 而其中四大的四种特性更为重要 我们可以经验到这四种的特性 当我们经验这四种特性时 也就更容易了解到心的究竟实相 这也就是心和心所生起的法的究竟实相 佛陀因此而了解到 什么是身心现象的本来面目 是极高频率的振动、波动的现象 以极高的速度不断地生灭生灭 佛陀说 在我一弹指一眨眼之间 这些微细的次原子粒子 就经过了好几兆次好几兆次的生灭生灭 有一位西方科学家 研究的结果和佛陀有相同的结论 美国伯克莱大学有一位教授 过去不断地研究 他想知道原子是如何运作的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 西方的科学家就清楚知道 物质的世界都是由波动构成的 并没有什么实体的存在 有一位科学家很好奇 热切地想知道 在一秒钟之内 一个最微细的粒子 到底经过了多少次的生灭 为了探究这个事实的真相 他发明了一套 他自己驳为自豪 并称之为泡沫箱的仪器 因为粒子生生灭灭的速度 就像泡沫一般的快速 靠着这套泡沫箱的帮助 他对外发表了他测量到的结果 这种最微细的次原子粒子 在一秒钟之内生灭的速度是 1后面有22个0 这是当今西方科学家的发现 这和佛陀所说过的 在我一弹指或是一眨眼之间 有几兆次几兆次的生灭产生 他们的结论不谋而合 但是当中却有很大的差别 有很大的差别 美国伯克莱大学附近不少的学生 来印度参加课程 他们听说过这位教授 是位国际知名的教授 最近才刚刚过世 他曾经夺过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可不是判给什么 张三礼寺的 他们是判给那些对人类有重大新发现的人 因此这位先生非常的有名 由于好奇 有些学生就跑去看这位和佛陀 有同样发现的学者 结果呢 他们发现这位先生 他的生活充满的紧张 充满了痛苦 为什么这位先生无法解脱痛苦 解除紧张呢 这是因为他并没有培养自己的修会 他能得到同样的结论 是因为他靠他的仪器 他的泡沫箱的帮忙 他对这个泡沫箱 有很大的信心 对自己的聪明才智 有很大的信心 因此 他说 事实是如此 但是已经解脱了所有的痛苦的佛陀 并没有靠任何的仪器 他的发现是透过自己直接的体验 这就是他们会有极大差别的理由 当你深入到内在去探究身心的交互作用时 并不是为了好奇 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解脱无名 因为你知道 由于无名 你给自己不断地制造不净的烦恼 负面的情绪 造成了许多的痛苦 而要改变这种习性模式 我们就必须深入内在去体验实相 我们开始体验到的第一个实相 就是无常变化的实相 每一刹挪 都有某些变化发生 整个身心的现象都不断地在变化着 而这是实际的体验 万事万物都不断地变化变化 只要你不断地分离剖析分解消融 你就会发现到 整个身和心的结构 并没有所谓的永恒不变的坚实本体 你不断地探究 让我体验看看 到底有没有任何坚实的本体存在呢 这就是修会所能做的 这种无常的变化是必须亲自体验的 不能只是在个人知识上 情感上去接受而已 我们必须实际地体验 而接受无常变化的事实 一开始你会遇到非常粗重 坚韧的表面实相 身体是由骨头、肌肉等等构成的 因此会这么地坚韧 在身体上所感觉到的 就像压力、沉重、麻木、灼热、疼痛等等 所有的感受都是粗重坚韧的 同样的 当你开始观察鼻孔这个区域时 你也感觉到身体这部位上的某些感受了 你要试着客观地去观察 并不是说一开始 你就能够客观地观察 这需要时间 但是你要开始学习 以这种方式用功 也许只有短短的几个插挪 是真正地在客观地观察实相 但是 只要你能够客观地观察 你的心就能够越来越敏锐 而心变得越来越敏锐时 你就能够开始体验到 越来越威细的实相 你就能够开始刺穿、穿透 这种粗重、坚韧的实相 你就能开始经验到 更威细、更威细的实相 直到你体验到整个身心的结构 都只是不断地在生灭、生灭地波动、波动、震动 只是一堆泡沫在生灭、生灭、一堆波动在生灭、生灭 一种生灭的波动、流动而已 那么你才是在体验无常的实相 这不是一种知识上的游戏 也不是一种情感信仰上的游戏 而是你实际经验到的实相 你在身体的结构中所经验到的生灭的流动 每一叉挪都不断地在变化变化的现象 然后疯狂才能去除 什么样的疯狂呢? 对于身体结构和心理结构 以及身心聚合体 所产生强烈执着的这种疯狂 才能够去除 因为你会深刻体验到 对于短暂生灭的事物 产生强烈的执着、贪嗔 又有什么意义呢? 借着这个修法、学到观察的方法 也就是平等的观察 以平等心来观察一切 我们的旧有习性模式 就是升起习性反应 当这个身心的现象 升起任何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时 我们就会产生贪爱或厌恶的习性反应 因此失去心的平衡 而变得焦躁不安 现在我们经验到第一种的智慧 无常 我们在经验上对于无常越来越清楚了 当我们增长了体验无常变化 无常变化的这种智慧时 另外一种体验到苦的智慧 就会逐渐地呈现出来 当你开始修行 开始观察自己的实相时 你会遇到非常粗重 坚韧的实相 像是沉重 麻木 压力 紧张等等 非常疼痛的感受 观察这些疼痛 这些非常痛苦的感受 你不喜欢这种感受 你想去除这些感受 但是 它们还是存在 你必须训练自己客观地观察它们 不管有多么的痛苦 你都只是观察着 无论是多么不愉悦的感受 只是观察观察 有时有些学生 也许在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或是第十天 也许在第二次或是第三次的课程中 就达到特殊的感受 坚韧的感受 完全消融 而体验到了全身上下 都是非常微细的畅快流动感 能量流变了全身 似乎是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舒服 你会认为 哦 太好了 这就是极乐 这就是禅乐 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现在我已经到达最终的目标了 你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执着 哦 我找到了 我已经找到了 你并不了解 这也是变化无常的一种现象 早上你可能会有全身清安舒畅 愉悦的流动感 但是到了下午 就又变成了疼痛沉重 麻木的感受 你会到老师或是助理老师那里去哭诉 哦 我早上的缠坐感觉实在太好了 但是现在却是糟糕透了 因为你对无常的事物产生了执着 而让你痛苦 因此道理就清楚了 不但不愉悦的感受是苦的 如果你对愉悦的感受产生执着 那么连愉悦的感受也是苦的 执着和痛苦是同时存在的 如果你对任何无常的事物产生了执着 因为无常的事物迟早都会变化 那么你一定会因此而痛苦 所以对苦的体验 不但疼痛等等的感受是苦 甚至连身上愉悦的感受也是苦 这个道理就越来越清楚了 第三种智慧 也就是对无我无我所的体验 开始升起了 这种体验会越来越清楚 表面上看好像有我我的 但是当你更深入去实际经验时 而不只是在智慧上质疑 到底什么是我 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清楚 当你探究了内在的整个身的范畴 心的范畴和身心合合体之后 你发现身心除了波动波动 像泡沫一样的生灭生灭之外 没有别的了 那么现在到底哪一个泡泡是所谓的我呢 这个泡泡是我吗 如果它是我 不一会儿它又灭去了 哪一个波动是我呢 如果波动是我 那么它灭去时 我也就跟着灭去了 但是为了世俗的方便 我们还是必须要用到 我我的 你你的等等字眼 而事实上却没有所谓的我 或是我的存在 我们却必须用这些字眼 否则我们可能要说 这对泡泡正在和那一对泡泡谈话 这样行不通 我们还是必须我 我们 你 你们 他 他们 等等的字眼 这是表面的石像 它看起来似乎是如此 但是究竟的石像 真正的石像是一切物质 都只是波动波动 像泡沫一样的生灭生灭罢了 并没有真正的实体存在 这也就是无常 如果真的有一个我 或者真的有一个我的 那么什么是我的 我必须真正的拥有它 我到底真正的拥有什么呢 人到了四十岁左右的年纪 当他照镜子时 会发现到 头上长出了几根白头发 哦 不不 不行 不行 然后他就会跑到西药房 去买染发剂 把头发染黑 然后说 你看 我很年轻 我还很年轻 他想借此骗骗别人 骗骗自己 但是 怎么可能骗得过法 骗得过自然的法则呢 一个人头发会逐渐的变白 逐渐的衰老衰老 逐渐的迈向死亡 每一刹挪 你都在迈向死亡 如果你能够控制 如果你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 那么你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说 不 你不可以变老 你必须活到我要你活的岁数 但是这行不通 你无可奈何 你还是不断地衰老衰老 如果不能够看清楚了解这种衰老 无常变化的现象 一个人或许还是会活得很高兴 过得很快乐 例如 一个人年满二十岁 家人亲友为他亲生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可怜的家伙 他并不晓得自己已经离坟墓近了二十年 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每次你生日时都要哭上着脸说 啊 我距离死亡的日子又接近了一年了 不 不要这样 法并没有要你哭 法 只是要你认亲实相 是的 这是事实 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但是不管还剩下多少时间 我都必须好好利用 我怎么样善用时间呢 这就是智慧 当你对无常 苦 无我的实相 越来越清楚时 你就开始有智慧了 你正一步一步地朝着最终的目标前进 然后你会发现 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不同的人事问题时 你更有智慧了 你会知道 这是表层的实相 你必须在表层实相上 去处理世间的事情 你不会说 这面墙只是一堆波动 我的脚也只是一堆波动 如果我用脚去踢墙壁 我的脚就会穿过墙壁 这是不可能的 你会踢断你的腿 因此 在表面的层次上 墙壁是坚硬的 这是事实 但是在究竟的层面上 它只是波动波动而已 你并不会对波动产生执着 而你也开始学到 不只看事物的表面 坚固的一面 你知道事物表面是坚固的 但是你也开始将事物分离 剖析分解 而见到了究竟的实相 当一个男人没有正确的智慧时 他只看到女人坚实的身体 他会觉得 哦 太棒了 太漂亮了 而女人呢 也只看到男人坚实的身体 他也会说 哦 太好了 太应俊了 然而 当你在法上增长智慧时 你就会想办法了解 让我来看看 漂亮是什么 让我来分析分析 看看到底漂亮是什么东西 你从头顶开始 哦 头发 漂亮的头发 金黄色的美发 乌溜溜的绣发 轻飘飘的细发 这种头发或是那种头发 从头上拔一根头发给你有什么漂亮呢 你只想要尽快地把它丢掉 比如说 一个粗心的少妇 正在喂她的先生准备早餐 不小心掉了几根头发 做好了早餐之后 送去给她的先生吃 她先生发现了头发 说 食物里有头发 好脏的头发 破坏了可口的早餐 好脏的头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一整个晚上 你还不停地赞叹说 乌溜溜的绣发 好漂亮的头发呢 现在乌溜溜的绣发 跑到你的食物当中 把它给吃了 叫什么叫 漂亮 只有当它属于整体时 它才漂亮 当它从总体中分离时 也就失去了它的漂亮 你还想看哪一部分 当你看到牙齿的时候 你觉得 哦 真好看 真是漂亮 像一整排的珍珠 闪亮的牙齿 但是 如果一颗牙齿掉了 哦 珍珠 一颗宝贵的珍珠掉下来了 你会将它保存在珠宝盒 锁在保险箱里吗 不 不会 牙齿只是一块骨头而已 赶快把它给丢了吧 当它从整体中分开来时 就变成只是一小块骨头而已 然而 当它属于整体时 你却觉得像是一颗珍珠 一颗宝贵的珍珠 再进一步看看 你看 这些指甲 这么漂亮的指甲 指甲油插得这么好 多么的搭配肤色 多么搭配衣服的颜色 太好看了 太漂亮了 同样的情况 初心的少妇在剪指甲 有一两片指甲掉到食物中 她丈夫看到 大叫 哦 指甲 很恶心的指甲 你说什么 什么恶心的指甲 这么漂亮的指甲 我插了这么漂亮的指甲油 加上漂亮的食物 加起来就是两倍的漂亮 你叫什么 吃了吧 漂亮 到底什么是漂亮 有学生跑来告诉我 老师 请不要这么说 你知道我们西方所谓的美 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请告诉我吧 在西方 我们说 美 只是十六分之一 英寸深的东西罢了 只是这一层皮肤 它看起来这么的光滑 这么的细致 这就是漂亮 是这样吗 拿一把剃刀 将这一层皮肤削下来 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你不会想保存的 你会想把它给扔了 那么 身体内部 还有什么东西 称得上是漂亮的呢 如果有什么东西 真的是很漂亮的话 那么 这些东西 就会从身上的 这个孔 那孔流出来 然而 身上有哪一个孔 所流出来的东西 是漂亮的呢 老天爷真的对我们很慈悲 否则 他如果 把身体里面的东西 变到外面来 把身体外面的东西 变到里面去的话 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就得一天到晚 拿着棍子 赶走那些 想要来着我们的狗 乌鸦 老鹰 兔鹰之类的 飞禽走兽 我们的生活 就会变得很恐怖 哪里还有什么漂亮可言呢 这并不是意味着 法要你开始去痛恨别人 对别人说 喂 事实上 你只是一堆泡泡 我也只是一堆泡泡而已 你没有什么漂亮的 你的身体 事实上是误会不堪的 法并不会教导你称恨 只要一个人 越来越深入地体验 增长了越多的智慧 他的心 也会变得越来越纯净 而一颗纯净的心 是充满了慈悲喜舍 无限的慈悲喜舍 你并不会去怨恨任何人 心中只有爱 善意和慈悲 充满了爱 善意慈悲 这条路会引导我们 达到解脱所有的痛苦 解脱所有的烦恼 而过着一种真正的解脱 真正自在 觉悟的美好生活 对自己和别人都有益处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要为此而努力 你能够到这里来用功修行很好 在过去的三天当中 你已经做好了适当的准备 明天你将会开始修内观 Vipassana 进入智慧的领域 但是要先了解一点 不要以为你一开始修内观 一开始观察实相 就能够看到次元子粒子 几兆次几兆次的生命 不 不 这是不可能的 一开始 你将会惊艳到各种的疼痛 压力和沉重的感受 然后才会逐渐的消融消融 你才会感觉到能量的流动 但是 不要期待任何的感受 让一切事物自然的发生 接受每一刹挪所发生的实相 其他的就留给自然 留给法来处理 你只是接受在你身体当中 当下所呈现的实相 不要想象 观想 持送 就只是观察自己身心现象的实相 它本来的样子 这样的修法绝对能够引导你 到达最终的目标 好好利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 你已播出十天 要在这十天中获得最大的成果 只要精进认真的修行 一定能够获得最大的成果 要耐心 持续地用功 才能解脱你所有的束缚 所有的痛苦 享有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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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快乐